三星手机为何兵败中国?看看韩美怎么说? 三星电子的智慧型手机,曾是中国市场呼风唤雨的角色,如今三星在中国市场遭到了边缘化,份额向灵逼近。 日前,韩国媒体分析了三星兵败中国手机市场的一些原因,其中包括遭遇了苹果和中国公司的双重夹击。 据韩国中央日报英文版网站日前报道称,三星手机在中国的份额持续滑落。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战略分析周日发布的报告,在中国去年四季度智慧型手机市场,三星电子的份额只剩下0.8%,这个份额只有该机构预测值1.7%的一半。 如果按照2017年全年计算,三星手机在中国的份额从上一年的2.4%下降到了2.1%,名次跌落到了第9名。 对于三星电子而言,中国手机市场颇为艰难,该公司遭遇了加薪并钱危机,被夹在了美国苹果和中国手机厂商之间。 苹果在高端手机领域具有优势,而在中低端手机方面,中国品牌的竞争力很强。 在中国市场,苹果和三星的表现差异明显。 去年四季度,苹果在中国手机市场的份额重新回到了两位数,为11.5%,这也是2016年一季度之后苹果重新返回两位数份额。 2017年对于苹果也是不平坦一年,苹果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降索门丑闻,并且遭到了大量消费者集体诉讼。 不过对于中国的高端手机买家而言,他们更愿意选择苹果,而不是三星的Galaxy系列。 在家乡市场,中国手机依靠性价比攫取了市场份额。 在去年四季度,中国份额最高的前十名手机厂商中,除了第五名苹果之外,其他全部是中国品牌。 在印度市场,三星过去一直是行业老大。 但是在四季度,小米公司超过了三星,夺走了第一名的宝座。 小米的份额上涨到了26.2%,三星跌落至23.9%,这也是三星六年来第一次排名第二。 据报道,在2017年的一季度,小米手机在印度的份额还不到三星的一半,然而在这一年内,小米在印度获得了爆发式增长,最终超越了三星。 从全球范围来看,三星电子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手机制造商,但是在全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手机市场中国印度,三星遭遇了困难。 三星正在采取各种措施,挽回用户。 去年底,三星在Galaxy S系列手机中推出了中文版的语音助手Bixby,中文成为韩文和英文之后,Bixby支持的第三种语言。 在中国,三星电子也调整了负责人,并重组了本地销售团队,以便刺激手机销量。 就在上个月,三星在广州市举办了Galaxy S9手机的发布会,邀请了2500多家厂商和媒体人士参加。 在发布会上,三星也宣布了百度、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合作计划。 在印度市场,三星主要关注入门级手机Galaxy On7,因为低价手机在印度存在巨大市场需求。 三星电子的一名发言人表示,在中国和印度市场,三星Galaxy S9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,三星预测一季度的市场份额会反弹。 在手机市场,三星电子计划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。 在高端市场,三星将会继续推广S和Note系列旗舰手机,而在亚非拉等市场,三星将主要推广J系列、A系列等中低价位手机。 一些行业观察人士指出,三星智慧型手机业务的未来,取决于其折叠手机项目的发展。 业内预测,在明年初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,三星可能推出折叠手机原型产品。 韩国一位学者表示,三星电子如果要在手机市场存活下去,则必须对各个市场进行定制设计,另外也要在手机硬体领域进一步创新。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G7开成互掐大会,马克龙放狠话,默克尔泼冷水,特朗普,我先走了。 印度甲方,我工作了32年,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效率。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,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。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。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。 明天,117年历史的孟山都将不复存在。 印度央行行长,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,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的生活。 华尔街怒赞。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,外媒,十年前,难以想象。 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,助推东斜产品走向欧洲。 即使中国对煤去。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。 嫌弃全球化。 西煤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。 西煤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。